近日 馬克龍惹上大麻煩 提前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 復新黨失利 法國的左翼 右翼 和中間派勢均力鼎 國民議會出現三組鼎立 馬克龍拒絕左翼聯盟執政 法國遲遲未能成功組建新政府 數百人街頭抗議示威 要求馬克龍辭職下台 法國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馬克龍為何解散國民議會 他究竟會選誰做下一任法國總理 本期《大新聞大歷史》為您講述 大朝向右 輪盤向左 馬克龍五點兒累 各位 法國有政黨提出 彈劾總統馬克龍 法國左翼第二大政黨 不屈法蘭西的黨議員 公佈了彈劾馬克龍的提案 他們說馬克龍拒絕接受 左翼聯盟推出的總理候選人卡斯泰 屬於嚴重失職 話說 前段時間 法國舉行了議會選舉 經過兩輪投票 馬克龍的中間偏右黨派 兩輪都是慘敗 左翼聯盟奪走了 議會中的多數席位 順勢推出了總理候選人 露西卡斯泰 但是馬克龍耍賴 他拒絕任命卡斯泰 馬克龍反而呼籲左翼聯盟 說你們不如跟其他政黨合作 另推更加合適的人選 這一步操作下來就差 指名道姓 讓馬克龍安排自己人 當新總理了 不過左翼聯盟又不傻 馬克龍這點小心思 這招小伎倆 騙得了誰呢 不屈法蘭西的黨議員 在彈劾提案裡這麼說 根據憲法 法國總統的作用 不是在國民議會進行政治 討價還價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 過去兩個月後 法國新總理終於出爐了 當地時間9月5日 法國總統馬克龍 任命米歇爾巴尼耶 為新一任法國總理 這項任命是總統馬克龍 在進行了前所未有的 廣泛磋商後做出的 在此前的7月7日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中 左翼新人民陣線贏得多數席位 成為議會最大黨派 並推選露西卡斯泰 為新總理候選人 但馬克龍拒絕了這一要求 此後圍繞總理人選 法國的左中右三方勢力 互相拉扯 馬克龍已遭到 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 面對各方壓力 馬克龍想要組建一個 更廣泛的聯合政府 以確保在國民議會中 具備足夠支持 避免不信任投票的威脅 他希望將中左翼社會黨 共和黨以及他領導的 中右翼聯盟納入聯合政府 同時排除極右翼的 國民聯盟黨 和極左翼不屈法國黨 不屈法國黨認為 馬克龍此舉 是不可接受的反民主做法 表示如果卡斯泰 未被任命為總理 他們會依據法國憲法 第68條啟動彈劾程序 根據法國選舉法 總統應該首先在議會 第一大黨團中選擇總理人選 而極左翼不屈法國黨 現在又是范左翼 新人民陣線中的最大黨派 但左中右各大黨派 又不願意 與極左的不屈法國黨合作 如果馬克龍拒絕推選 不屈法國黨領導人出任總理 就需要在左中右 其他黨派中間 再挑總理人選 甚至再推總統派的人當總理 同時由左中右各大黨派 分攤重要部長職位 但是如果馬克龍強行推出總理 不受其他黨派認可 那麼這位新總理 就隨時會被 國民議會罷免彈劾 當然如果新總理人選難產 或者新總理遭到 國民議會罷免彈劾 總統馬克龍 還有兩種方式解決困境 由於法國憲法和選舉法 並沒有硬性規定 在無疑政黨獲得絕大多數 議席的情況下 總統必須從獲得 相對最多議席的黨派中 挑選總理人選 如果各黨無法達成政治協議 也可以組建一個 與政黨無關的專家型政府 也稱為公共服務型政府 而由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 只負責處理最低限度的 國家日常事務 不建議進行國家結構性的改革 無論法國未來的新總理 來自左 中 右的哪個黨派 總統馬克龍實行 總統總理來自不同黨派的 共治局面 似乎已經無法避免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 曾經出現過三次左右共治 1986年至1988年 左翼社會黨總統密特朗 曾任命右翼共和黨希拉克 擔任總理 1993年至1995年 左翼社會黨總統密特朗 曾與右派總理巴拉杜爾共治 1997年至2002年 左翼社會黨洛斯潘 曾在右派共和黨的總統 希拉克領導下擔任總理 目前政治僵局尚未破解 看守政府依然在履行職責 國家機構的日常管理 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 在許多領域 預算和政策決定 已經被擱置多時 為應對住房危機 阿塔爾政府推出了一項 發展經濟試用房供應的法案 旨在促進終極住宅的發展 加快建設速度 該法案原定於6月中旬 在參議院進行辯論 討論因國會解散而中斷 同樣 議會兩院通過了 加強對Airbnb類型 旅遊住宿監管的跨黨派法案 也沒有時間接受聯合委員會的審查 除了結構性改革 預算問題也可能成為 未來政府的當務之急 據悉 目前的看守政府總理阿塔爾 已向各部委發送 2025年支出限制通知 為明年預算做準備 預算計劃包括凍結國家支出 實際意味著 約100億歐元的削減 引發了左翼陣營的強烈反對 據法國《世界報》報導 新許年開學陷入困境 醫院系統岌岌可危 許多部門仍在等待法律 法令或緊急承諾 未來幾週 將是法國政治的關鍵時刻 馬克龍是否能夠成功組建 聯合政府 將決定法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話說法國社會已經嚴重撕裂 做中右三派三分天下 誰都沒有取得壓倒性的優勢 誰都不買誰的賬 作為總統 中間偏右的馬克龍 拒絕任命左翼聯盟提名的總理 希望跟各黨派展開磋商 希望能夠達成相對共識 不過 左翼政黨說了 他們沒興趣磋商 言下之意 推舉卡斯泰 他們是一口假 可是馬克龍不願意接受 卡斯泰 極右翼政黨也不願意 極右翼國民聯盟領袖 馬利納勒龐跟馬克龍 是政治上的死對頭 但在反對卡斯泰上 他跟馬克龍站在一起 堅決不接受卡斯泰 現在對馬克龍來說 就只能是耍賴 拖延 這個局面其實是馬克龍的一場 政治豪賭造成的 這還要從另一場選舉說起 6月初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出爐 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屬的 中間派復興黨僅獲14.6%的選票 而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黨 則一舉獲得31.36%的選票 超過了執政的復興黨一倍之多 面對這樣嚴峻的政治形勢 馬克龍根據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 突然解散國民議會 並將原定於2027年舉行的 議會選舉提前到6月底 是27年以來 議會首次被突然解散 有分析指 馬克龍的盤算 除了考慮到選民 面對攸關國家政權的選舉時 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外 還將保壓在 國民議會選舉的機制上 如果有候選人 在第一輪投票 取得絕對多數選票就會當選 否則拿到至少12.5%選票的候選人 又或者得票率最高的兩位候選人 將會進入第二輪投票決勝負 馬克龍看準 就算極右翼候選人的支持度 在選區內最高 只要反對極右翼的各黨 支持度總數過半 極右翼候選人依然會敗選 本次國民議會兩輪選舉 分別在6月30日和7月7日舉行 而馬克龍在這一敏感關鍵時刻的 背水一戰和孤注一掣 也引發了法國從未有過的政壇大地震 法國左中右和極左極右各個黨派組織 立即緊急動員 尋求合縱聯合 組建政治聯盟 首先是右派共和黨的政治局 開除了公開投靠極右勢力的 黨主席西奧蒂 隨後法國司法機構 否決了開除令 導致共和黨內部進一步分裂 以至於前總統奧朗德 也不得不親自走上前台 整合右派宣布參選 隨後左派社會黨 共產黨 綠黨 與極左的不屈法國黨 宣布結成統一的人民陣線 但在未來執政組合人選分配問題上 又產生分歧各不相讓 而極右的國民聯盟黨 則坐山觀虎鬥 一方面拉攏傳統右派的分裂人士 一方面也緊急商討 一旦獲得議會大選勝利之後 新政府組合人選名單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 於當地時間6月30日晚結束 民調顯示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 獲得約33%選票 新成立的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 獲得約28.5%選票 而總統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聯盟 在一起獲得約22%選票 對於這一結果 馬克龍開始了新一輪的拉票 他在一份說明聲明中表示 面對國民聯盟 現在是在第二輪投票中 舉行廣泛 明確的 民主和共和集會的時候了 法國總理阿塔爾表示 極右翼已經站在了權力的門口 法國國民議會 從未有過這樣 即將被極右翼主導的風險 在法國北部城市 愛南博盟的國民聯盟總部 大批支持者揮舞法國國旗歡呼慶祝 國民聯盟領導者勒龐表示 法國人民通過投票發聲 最後一輪的力量 成功阻擊了勒旁領導的 極右翼國民聯盟 沒有讓其成為第一大黨 但馬克龍也沒有贏 最大的贏家 反而是梅朗雄掛帥的左翼聯盟 有分析認為 法國國民議會形成了 左 中 右 三組鼎立的局面 馬克龍在接下來 還有三年的任期裡 他將成為一隻跛腳鴨 法國的政體 有所謂半總統制的說法 什麼叫半總統制呢 拿大白話說就是 雖然總統是國家的權力核心 雖然總統的權力很大 但是總統管不了總理 法國的總理程序上 有總統任命不過呢 總統任命之後還不算數 得交給國民議會進行信任投票 過得了國民議會這一關 才能當總理 也就是說 總理不對總統負責 而是對國民議會負責 馬克龍2017年5月第一次 當選法國總統 在當年6月舉行的 國民議會選舉中 馬克龍的前進黨 所領導的中間派聯盟 一舉拿下577個議席中的350席 佔盡優勢 那總理跟他自然是一條心 基本上 馬克龍怎麼說 總理就怎麼做 可是現在 馬克龍的中間派聯盟 只拿到163個議席 馬克龍還怎麼玩下去呢 他當法國總統7年來的 一些重大改革的成果 極有可能都要付諸東流 請看下節分解 正是法國國民議會 重選這件事 導致馬克龍和阿塔爾的關係 出現了詳細 各位 馬克龍當法國總統 7年來的一些 重大改革的成果 極有可能都要付諸東流 比如 養老金改革 一年前2023年的9月1日 法國的養老金改革正式實施 養老金改革的核心就是 法國人的法定退休年齡 要逐步逐步提高到64歲 法國的左翼政黨 堅決反對養老金改革 他們在兩個月前的 國民議會選舉中 競選訴求之一就是 廢除 養老金改革 馬克龍這些年來 推出的重大改革 基本上都是用非常生硬的手段 強行推出的 由於他在國民議會中 得不到絕對多數議員的支持 所以他的總理 不得不多次援引法國憲法第49.3條 不經過議會表決 強行通過政府提出的法案 現在 馬克龍再也沒有機會玩這套遊戲了 因為肯執行他命令的人 阿塔爾現在是看守總理 什麼事都做不了 新總理一上任 阿塔爾就得走人 加布里埃爾·阿塔爾 1989年3月16日 出生於法國科拉馬爾 一個影師世家 父親伊夫阿塔爾 先後擔任律師和電影制片人 母親瑪麗德·庫里斯 曾在電影製作公司任職 阿塔爾從小與三個姐妹 在巴黎長大 帥氣的阿塔爾從小 便期待竹梦演藝圈 上學時就表現出了 小明星的氣質 哦 這裡是我的女兒 她不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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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父母的影響 阿塔爾很早就走上了政治道路 而她第一次產生政治意識 是在2002年 那一年適逢法國總統大選 法國極右翼的政黨 國民陣線的主席 讓馬力勒庞 在競選的第一輪投票中 獲得了16.86%的選票 這也讓她順利進入了 總統選舉的第二輪 這也是法國歷史上 第一次有極右翼的政客 進入總統選舉的第二輪 法國社會各個階層 當時被這個現象震驚了 據統計 當時全法國 一共有超過100萬人走上街頭 他們喊出口號 騙子好過法西斯 這裡的法西斯 指的就是極右翼的勒庞 而騙子則是當時民調 並不樂觀的 時任總統雅克·希拉克 全靠勒庞的襯托 希拉克在總統第二輪投票中 獲得了82%的高票 由此開啟自己 作為總統的第二個任期 而在2002年 走上街頭抗議勒庞的人群中 就有當時只有13歲的阿塔爾 作為資深的左派知識分子 依夫當時牽起兒子的手 一同走上街頭 反對勒庞給法國社會 帶來的極右思潮 2007年 阿塔爾進駐巴黎政治學院 攻讀公共事務專業 這所學校是法國政治家 和社會精英的搖籃 出國多位法國總統 在校期間 阿塔爾加入時任社會黨籍 衛生部長 瑪麗索爾·圖雷納的團隊實習 由於表現出色 2012年畢業後 她正式入職衛生部 成為最為年輕的部長及顧問 負責與議會聯繫 撰寫演講稿等工作 2016年 阿塔爾加入 馬克龍創立的復興黨 成為未來總統的 得力助手之一 隨著馬克龍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阿塔爾按下了 仕途上的快進階 2017年 馬克龍當選總統 同年6月 阿塔爾當選 國民議會議員 第二年 29歲的阿塔爾 成為馬克龍所在政黨的發言人 很快 他又被任命為 教育部國務秘書 2020年至2022年 他擔任法國政府發言人 因宣布新冠疫情管控政策 平凡露面 在法國加以不曉 之後 他出任法國政府負責 公共帳目的部長級代表 於2023年7月 擔任國民教育和青年部長 2024年1月9日 現年34歲的阿塔爾 被任命為新總理 他也成為了法蘭西 第五共和國最年輕的總理 阿塔爾不僅是法國首位 公開的同性面總理 還與馬克龍領導的副新黨 歐洲議會議員斯特凡 塞洛內保持著民事伴侶關係 2024年1月30日 剛剛成為法國總理半個月的 阿塔爾 在法國的國民議會上 發表了施政綱領 在這場長達80分鐘的 演講的最後 阿塔爾當著所有法國議員的面 公開了自己的興趣下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 避免到失敗 我沒有任何事情要告訴 我們的公民 不管是他們的髮型 他們的原本 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信心 法國是你們的國家 在法國 全是可以的 第二天 法國媒體的所有頭版頭條 全部都是以 新總理身份亮相的阿塔爾 在國民議會上的各種金句 而其中 關於他自己興趣向的這句話 則被擺放到了最醒目的位置 法國《解放報》用法國進步的標誌 來形容阿塔爾 在國民議會上 坦率而又大膽地發言 在法國 一旦總統的政黨 失去了對國會的控制權 那麼總統就不得不 跟反對黨推出的總理 一起來共治國家 這樣的話 總統的權力就會被架空 1958年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創建以來 曾經三次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謂左右共治 現在 馬克龍即將面對 歷史上的第四次左右共治 其實 目前的看守總理阿塔爾 雖然跟馬克龍同一個黨派 也早就跟馬克龍面核心不合了 2024年6月18號 法國總統馬克龍參加致敬 戴高樂將軍的紀念活動 他被一名學生問到了自己 和總理阿塔爾的關係 馬克龍和阿塔爾表現出 截然不同的反應 截然一個人的親自身 雖然和阿塔爾 馬克龍 伍馬克龍 帶長 有利 到豪時 是 還要語音樂 騎馬克龍 來購文 對 初心 這也不僅讓法國媒體和民眾猜測 馬克龍和阿塔爾的關係 出現了嫌隙 很多分析認為 曾經被稱為小馬克龍的阿塔爾 和當年把自己扶上高位的 政壇導師馬克龍之間 導致關係從緊密走向微妙的 正是法國國民議會重選這件事 作為總理和黨團代表的阿塔爾 進也不能 退也不能 僅戰勝算不大 僅辭又被秒據 因此徹底鬧掰了 6月9號 在歐洲議會選舉結束之後 馬克龍立即表示 將在6月底和7月初 進行議會重選 在第一輪投票和第二輪投票之前 他所在的复兴黨政黨聯盟 被無限看衰 他本人的民調支持率 不斷走地的同時 外界也在質疑 由於阿塔爾和馬克龍的 緊密關係 考慮到馬克龍在2027年 將卸任總統 阿塔爾能否在2027年更進一步 進逐總統寶座 還要看他是否能夠 繼承馬克龍的政治遺產 那麼問題來了 離任時 馬克龍的政治遺產 如果是正向的 那還好說 如果是負面的 是失去民心的 那麼阿塔爾還需要繼承嗎 就在馬克龍宣佈解散議會的一周後 《巴黎人報》刊文 專門談到了馬克龍和阿塔爾之間 關係的破裂 《巴黎人報》說 阿塔爾過去一直公開強調 自己的一切都是馬克龍給予的 但他直到現在才意識到 馬克龍通過解散議會這件事 正在剝奪自己手中的權力 此前就有媒體爆出 阿塔爾根本不同意解散議會 7月初 議會第二輪投票之後 阿塔爾公開發表的演講 也印證了這一猜測 阿塔爾的發言 顯然讓馬克龍措手不及 如果說6月的辭職 只是阿塔爾對馬克龍解散議會 表達了一次間接抗議 那麼7月在公開演講中 再次辭職 則是他徹底不打算 和馬克龍繼續共事的 一個明確信號 之後馬克龍表示 他非常想要一位 沒有野心的總理 尤其是對2027年 沒有任何野心 他的言下之意 就是阿塔爾本人 希望在三年之後競選總統 而因為和自己交往過密 阿塔爾希望切割 和自己過去的聯繫 此外 阿塔爾公然競選 國民議會總統派黨團主席一職 違反了馬克龍要求 等到9月競選的指令 這在馬克龍看來 則是另一個程度上的 忘恩負義 本黨的阿塔爾 馬克龍煩了 左翼聯盟推舉的卡斯泰 馬克龍拒絕了 那麼誰是下一個法國總理呢 目前馬克龍正在幕後操作 跟各方政治勢力搓上搓上 再搓上 討價還價 再討價再還價 想要物色一個 能夠跟他馬克龍共治 而不是組織 法國的左派和右派 又都不反對的人選 法國還有這樣的人選嗎 請看下節分解 1789年7月14日 法國大革命爆發 大革命也形成了 法國歷史上最初的 9月1頭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 已經過去兩個月 法國總理還處於難產狀態 《巴黎人報》報導說 法國新總理必須是能夠跟總統馬克龍合作 卻又不能讓人覺得他是馬克龍的朋友 為什麼不能是馬克龍的朋友呢 因為如果是馬克龍的朋友 那麼法國的反對黨 左派的也好 右派的也罷 就都不會給這個人投下信任票 而如果左派右派都反對 那麼法國總理就會一直產生不了 其實呢 法國現行憲法有一個漏洞 憲法授權總統任命總理 但是對總統任命總理 不設時間限制 也就是說 馬克龍可以不慌不忙 慢慢地磋商 直到各方都接受他提出的人選 而不是他來接受哪一派政治勢力 提出的人選 畢竟我在前面已經說過 在法國 總統是國家權力的核心 法國是西歐歷史上 較早建立君主專制體制的國家 自中世紀晚期以來 路易十一等國王 致力於消除地方領主的政治影響 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中央極權體制 在法國的舊制度中 國王可以召集三級會議 討論徵稅等問題 第一級為神職人員 第二級為貴族 第三等級為平民 隨著法國王權的加強 三級會議演化成擴張王權的工具 1789年 由於王室財政困難 法國路易十六再次召開三級會議 準備增加賦稅 此時的法國資產階級 正在不斷擴大 啟蒙運動也讓自由民主的思想 深入人心 第三等級要求改革稅制 實現一人一票 同時取消一二等級的特權 結果一二等級 不僅無視第三等級的改革提議 還要求強化自己的特權 封建貴族 與第三等級間的矛盾不可調和 無奈之下 第三等級直接自行成立制憲會議 宣佈代表人民利益 路易十六調動軍隊鎮壓 1789年7月14日 法國大革命爆發 大革命也形成了法國歷史上 最初的左右一派別 因為在當時的制憲會議上 法國的保皇黨人 通常坐在右側的席位上 而主張人民利益的政治自由派 通常坐在左側的席位上 法國大革命持續了整整81年時間 期間經歷了無數個政權更迭 直到1870年 法國完成了 從傳統君主專制政體 到現代共和政體的轉變 1848年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 提出共產黨人概念 通常將資本主義自由派 歸為右翼 把主張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 歸為左翼 法國的社會主義者 越來越接受馬克思思想 1920年底 法國共產黨成立 1934年 法共總書記莫里斯·多烈士 提出組建人民陣線的構想 並得到激進黨等69個 左翼政黨的響應 最終各方在1936年5月 法國大選之前 組建了人民聯盟 並成功奪取了執政地位 在人民陣線政府 組建僅僅兩個月之後 西班牙報告內戰 而作為西班牙的鄰國 法國國內也迅速形成了 支持左翼西班牙共和派 和支持右翼弗朗哥的兩個陣營 當時人民陣線 政府內的左翼力量 希望對西班牙共和派 提供權力支持 但激進黨卻不願意得罪 對國內支持弗朗哥的陣營 要求保持中立 這種分歧很快使人民陣線政府 內部出現了巨大裂痕 1938年 激進黨幾乎將內閣中所有成員 都替換成了本黨黨員 還和英國一同 對納粹德國實施綏靖政策 準備簽署慕尼黑協定 這一舉動引起法共的不滿 法共公開表達了 對慕尼黑協定的反對 與激進黨決裂 此後人民陣線政府宣告終結 法國也在不久之後 遭遇納粹德國閃擊 1940年6月 德國在閃擊戰中擊潰法國 法國總理貝當向希特勒投降 並簽署停戰協議 根據這份協議 南部小城雷西 成為了法國傀儡政府的所在地 與此同時 戴高樂撤退至英國 組建了自由法國的流亡政府 拒絕向希特勒投降 儘管維西政府初期 確實維持了一定的和平 但停戰協議上規定 法國必須向德國 繳納高額的佔領費 這也迫使法國本土地區的 抵抗運動逐漸興起 而抵抗運動的參與者 是工人和農民等中下層階級 其主要領導者正是法國共產黨 1944年6月6日 盟軍在諾曼底成功登陸 逐步向巴黎方向推進 8月 法國領導的抵抗力量 在巴黎舉行起義 投入到與德軍的象徵之中 領應外合之下 守城的德軍指揮官 馮·肖爾蒂茨 並沒有執行希特勒發出的 徹底毀壞巴黎的命令 決定向自由法國政府投降 8月25日 戴高樂回到巴黎市政廳大廈 正式宣佈巴黎解放 二戰結束之後 法共領導下的內地軍 有近50萬人 不只內地軍 法國各地還有數量眾多的 游擊隊和民兵組織 是聽從法共的領導 在戴高樂看來 法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事力量 是對他政治地位的極大威脅 怎麼辦呢 戴高樂使出霹雳手段 強行推動 將內地軍編入正規軍 歸總統指揮 也就是歸他戴高樂指揮 並且強行解散所有的民兵組織 在戴高樂與法共劍拔奴裝的時候 時任法共總司機多烈士訪問蘇聯歸來 斯大林制止了法共暴力奪權的想法 不希望過早陷入到 與西方國家的對立中 多烈士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 宣佈單方面放棄武裝力量 並號召全黨參與到法國的 和平建設中 這一決定在短期內 確實獲得了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於1946年 舉行第一屆國會選舉 法國共產黨此時黨員數量 達到了創紀錄的80萬 並在這次選舉中獲得 182個國會席次 一躍成為法國最大黨 在政治上 法國共產黨達到了影響力的巔峰 二戰後 美國和蘇聯在歐洲緊鑼密斧地 進行權力布局 美國為了爭取西歐各國的支持 於1947年7月提出了馬歇爾計劃 官邦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 在之後的四年時間裡 美國向歐洲提供了各類形式的援助 合計131.5億美元 其中90%是無償贈物 此時的法國政府決心加入馬歇爾計劃 這令親蘇的法共極為不滿 法共公開宣佈 退出聯合政府 並大肆批評政府的親美立場 1952年 美國李其薇將軍訪問法國 法共因不滿美軍 在朝鮮戰場上的行徑 在李其薇將軍訪問的當日 組織了群眾示威抗議 法國政府隨即逮捕了 法共領導人杜克洛 1958年 戴高樂通過政變 終結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建立第五共和國 法國左翼逐漸走上了下坡路 1968年6月下旬 法國國會舉行了重新選舉 法共的席次由73席 潰敗為34席 相反 戴高樂的自由派 獲得了絕大多數的席次 右翼政黨中的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 在1969年改組為法國社會黨 成為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 主要中左實力 而在二戰前 實力最強的激進黨 在二戰之後顯著衰落 而且立場轉為右翼 現已被廣泛視為 法國中右翼陣營成員 1991年 蘇聯解體後 法共在喪失了蘇共的政治位書後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邊緣化 右翼則沿著戴高樂主義的思想 支持國家封權 然而左右翼內部 並非完全達成了一致 尤其進入21世紀後 兩個陣營中的異見者 越來越多 權力下放 不再能夠成為左右的分區 左右兩翼中沒有統一的立場 每個陣營中都存在 歐洲建設的支持者和反對者 反倒是在極左翼和極右翼中 他們分別出於反對社會主義的全球化 和維護民族身份的原因 而一致反對歐盟 至此法國成為實行多黨制的國家 法國共產黨現在還在活動 屬於左翼聯盟 兩個月前 在國民議會選舉中 左翼聯盟拿下了最多一席 其中的共產黨 拿到了九個議席 就是說法國雖然還健在 但是萎縮得很厲害 是左翼聯盟裡面的一個小黨 左翼聯盟主張高稅收 高支出的財政政策 這跟馬克龍的財政政策是相背的 最讓馬克龍痛恨的是 左翼聯盟誓言廢除 馬克龍主導的壓勞金改革 因此 馬克龍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 左翼聯盟的人選當總理 極右翼 國民聯盟也不行 馬克龍也很煩 國民聯盟黨現任主席就主張 法國應該停止對烏克蘭的軍火和資金的援助 那麼向左走呢 還是向右走呢 法蘭西來到了十字路口 這真是一個頭兩個大 法蘭西亂如麻 法蘭西來到了 法蘭一齊 響 法蘭一齊 法蘭一齊